恭喜你成為由今屆的冠軍馬屍 你也是第一次在這個選擇 現在的內心是否很重要呢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說下致鬆懈 平時現在都可以好一點的心情 因為之前我老闆都追趕得很強勁 所以我經常都是說不可以放鬆 所以希望贏多些贏多些 你怎樣把這個壓力變成動力去驅動你去爭取成績呢 其實都是要幫回多謝那幫寶記 寶記真是他們很用心重花 還有香港那幫寶記都是很幫忙 因為我一個人做不了那麼多事 之後他們去幫我忽悶其他事 就變成大家一起合作努力 才會有這個成果 你經常掛在口邊 舊波士或舊老闆就是要怎樣塞學行 其實都知道你對塞學行都很尊敬 其實你以前在公司 和你現在成為了對手 大家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其實都沒有變的 因為之前我幫他做事 大家都很客氣 我有什麼可以跟他講 他可以怎樣我 有時候我也會有錯的 做事的那方面 做苦練那時候 他就叫我 你知道錯了一次 下次就不會犯同一個錯誤就可以了 他一個是一個很好的老闆 各樣都可以談啊 可以說啊 變成了我也是在他身上學了很多 不只是馬的東西 可能人際關係也學了很多 在你做塞學行馬防腐練那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些很尊敬 很寬貴的知識 或者一念馬的知識 技巧是在塞學行身上學到的呢 其實大家看到 我老闆在塞學行身上 他訓練那些馬呢 很多時候都是很 很穩定的水準 那這個是我想我 可以學得到他的地方 因為你在考馬來說 你如果是很不穩定的那些馬 那變成是 我想都 不是那麼好的叫做 我們只可以 希望可以順利地 他們這樣 健康 他們開心 跑得好 基本上 這是我的老闆也是這麼說的 今次取勝的關鍵 你能夠是甚麼呢 取勝的關鍵 都是 都是沒有 有時候都是靠運氣 還有是 努力 就是 沒有 你不努力 都不一定會得到 一定要努力才能得到 奉放的關鍵 你會不會有關鍵 重化 贏了三分一 我想大家都看到 我重化的馬都贏了很多場 你說有三分一的重化馬 大家都知道 重化很多設施 對馬很好 和環境 所以我想 不是正在我一個馬房 其他馬房都會覺得 重化這個訓練機率很好 最想多謝的 最想多謝 首先是馬會給我一個機會 我先想我才可以做哪個馬師 馬鼠 家妻 太太 我兒子 都幫了很多忙 自己馬房伯伯伯伯伯伯伯 老闆 老闆真是很好 跟他學過很多事 成多個隔業嗎 隔業沒有 我經常覺得 別人做得到的事 自己沒理由做不到 只要努力 就可以做得到 其實見到家人 都特意做了一些應付物給你 你之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驚喜來的嗎 之前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自己專注在馬房方面 他們做了甚麼都不知道 甚至是進場才說 大家都戴上口罩和線我才知道 你戴上口罩應該是新製的 這製作了幾個月了 我想問你 90 場投馬中 你自己最喜歡最難獲哪一場投馬呢 其實可以說是趙芳華 因為趙芳華今年我開齊馬 而且他贏了四場投馬 雖然是跑馬地賽事 不過都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還有他拿著跑馬地賽事 招戰杯 是不是都因為是趁家 趁家都可以這麼說的 再次恭喜你全國 多謝你 多謝你 謝謝 謝謝